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让我的妈妈过上幸福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我就外出打工了 没有文凭的我做过餐厅服务员 也在酒吧陪过酒 360行基本上都做过 因为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改变自己的生活 工作不久后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他比我大一岁跟我一样 也是穷苦家庭出生 但是他对我很好 一直帮助我 一直陪伴我 他陪我度过了我人生中一段很艰难困苦的时光 我们的感情很好 我们本来都打算结婚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我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等着急用手术费 我跟男朋友都凑不够那么多钱 我意识到 这不是我想要的爱情 因为现实的缘故 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跟男朋友分手后不久 我认识了李总 她是我们酒吧的老顾客 经常过来消费 一天她看我心情不好 跟我聊了一下天 我就把我自己的困难跟她述缩了 她人还挺好的 一直安慰我说 手术费你别担心 我帮你解决 第二天她就给我转账十万 让我赶紧去医院照顾我妈 手术后 我妈的病情也日渐稳定 李总帮我解决了心中的燃眉之急 我也很感激她 一次李总总跟我说 她老婆两年前去世了 她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 所以愿意帮我 我想努力挣钱还她 可她总是不要 并且她平时还很照顾我 给我买了不少东西 久而久之 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最后她向我求婚 让我做她的妻子 两年后我们俩结婚了 当时我24岁 她62岁 尽管如此 她还是对我很好 只是她的三个小孩 对我不怎么礼貌 说我嫁给老李是看重她的钱 我跟老李曾经想要个孩子 可是她的子女强烈反对 最后只好算了 可是一直担心没有小孩 自己在她家里的地位很难保证 特别是等老李走后 自己就什么都没了 但是老李跟我保证 会留下一份遗产给我 老李的身体之前一直不错 就在两年前 她被查出了肝癌 是晚期 整个人一下子就不行了 她在医院住院治疗了三年 我照顾了她三年 今年年初 老李还是走了 走的时候74岁 老李去世以后 我才知道她早就立下了遗嘱 留给我的 只有一张银行卡 她的房子和公司 全部财产都给了她的儿女 我一直对老李很好 老李对我也一样 认为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 老李不会亏待我的 好歹我青春岁月都给了她 可是当我拿着那银行卡一查 发现里面却只有十万块钱 当时自己还数了好几遍 生怕自己会露数几个零 没有想到她几千万的家产 却给我留了十万块钱 我这十年的青春都是为了狗了 现在的我真的很后悔 自己年龄也大了 三十六岁了 无依无靠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会选择自己奋斗一生 不要贪图一时的安乐 通过自己奋斗而得来的生活幸福 才是最宝贵的 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